台东县书画教育学会受施工所邀请 在台东市宝体艺文中心展出110件作品 类型包括了书法、国画、转科等 而其中50件作品配合新春的猪年意象 让参载民众感受到浓浓的连结气氛 应景的小猪图案以书末呈现 古香中带有年味 台东县书画教育学会学员在台东施工所的邀约下 在台东市宝丁艺文中心举办2019首场展览 作品南瓜书法、国画、水彩等各类书画 其中50件作品更搭上新春猪年作为主题 呈现喜气氛围 书画的部分还有国画的部分 还有转科的部分这个都有 另外是猪年的创作 一般都是国画水墨的部分 还有一个水彩的部分都有 也欢迎各位到我们宝丁来参观我们的艺文活动 台东县书画教育学会成立10年 在县内积极进行艺文交流 更成立鲤鱼山龙凤艺文中心 提供艺文人士交流空间 推广书画写作风气 台东县书画教育学会展览展期 即日起至3月31号 欢迎所有喜爱书法艺术创作的乡亲 永月丽临参观 记得夏佳慧台东市报道